第二百一十九集 一道幽静的竹林里面 公阳希尔正坐在那儿 静静地看着竹子 眼神之中有着迷茫的神色 许荣坐在公阳希尔的一旁 无聊地摆弄着手中的竹子饰品 公阳希尔忽然转过头 看着许荣 荣荣姐 你说我把你带到白骨门里 林凡知道会不会怪我呀 许荣将手上的东西 放在了竹子坐的桌子上 怪你 你不是一直都在说 他恨不得杀了你吗 公阳希尔摇了摇头 眼神之中闪着光芒 至于心里在想什么 恐怕也只有他自己清楚了 他突然站起来 来到了许荣身边 脸上带着一丝勉强的笑容 荣荣姐 你不用担心 我很快就会放你回去了 是在你结婚之后吗 许荣看着公阳希尔问 公阳希尔也看着许荣 啊 你知道了 你知道了 嗯 现在整个白骨门都在传你的婚事 我想不知道都难呢 许荣默默地叹了口气 希尔 我看你的样子 好像不想嫁 你要是不想嫁的话 为什么不直接拒绝掉呢 松荣姐 你不懂 这个婚事在许多年前就已经定下了 我更改不了 别说我更改不了 就连爷爷恐怕都很难更改 这么多年 爷爷这么宠我 让我任性 就是在补偿我 这些我都知道 我也很清楚 公阳希尔说着话的时候 抬眼看到天空上有两只小鸟飞过 他不无羡慕地说 荣荣姐 你看这天上的鸟多好啊 我就好比这鸟 被圈在了白骨山之中 根本就飞不出去 许荣还是第一次见到他 这么多愁善感的一面 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琢磨了一会儿 刚要开口说话 就看到公阳霸天正朝着这边走来 他连忙站到了一旁 许荣曾经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老板娘 在阴差阳错之下 这才接触到了这一个层次 刚来到白骨门的时候 他甚至有一股莫名的恐惧感 公阳霸天来到许荣面前 目光在他身上扫了一眼 便向身旁走过去 看到公阳希尔的时候 这脸上露出了慈爱的笑容 哈 霞儿 下山的这段时间得坏了吧 公阳希尔带着乖巧可爱的笑 爷爷 没有啊 下山很好玩的 我还以为爷爷会怪我自己 偷偷牵下山呢 公阳希尔板着脸 爷爷当然要怪你了 你自己下山多凶险 还好你没出事 你要是出了事的话 爷爷怎么办呢 公阳希尔撇了撇嘴 那就不嫁人咯 许荣看着这两人 有一些怪异的感觉 总感觉这两人都是在演戏 胡说什么呢 山下那个人很危险 你两个师叔死了一个 你另外一个师叔 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呢 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还有那个人 不知道死没死啊 公阳霸天的脸上带着愤怒 他可真是白死不足惜啊 公阳希尔的脸上一阵担忧 他没有回答公阳霸天的话 沉默两久之后 这才淡淡地说 应该没有死吧 希望你师叔没事 要不然我就要亲自下山 去诛杀他了 公阳希尔的神色一阵恍惚 爷爷 我累了 我想要回去休息了 公阳霸天想要多问一句 见公阳希尔连话都懒得说 只能叹了口气 你去休息吧 对了 你从山下带来的这个人 一定要给我看好了 可别闯入禁地 到时候爷爷自然也不会留情的 许荣低着头 脸色微微有些发白 不敢 公阳霸天那和蔼的笑容 只对自己人 对外很是很辣呀 一夜过后 江玉莹终于恢复过来 只不过这脸色 有一些大病出狱的憔悴样子 盈盈啊 来 吃点东西 林凡端着一碗粥 放在了江玉莹的身旁 说话的时候 用嘴吹着热气 江玉莹对着林凡嘻嘻一笑 叔叔 你吃过了吗 啊 我当然是吃过了 你现在刚刚醒过来 要吃点东西 等你有力气了 我就带你回家 江玉莹看着碗中的小铁勺说 叔叔喂嘛 林凡拿着铁勺 一勺一勺地将一碗西粥 喂到了江玉莹的嘴里 喂完之后 又拿纸巾给她擦了擦嘴 江玉莹 这才又舒舒服服地躺下来 林凡一直在房间之中坐到下午 江玉莹这才彻底地恢复了力气 等到她穿好衣服的时候 林凡这才走回房间 江玉莹笑嘻嘻地连蹦带跳地跑到林凡身旁 叔叔 莹莹想吃大龙虾 江玉莹只有在林凡的身旁 才露出了这小女孩的本心 好啊 叔叔带你去吃 林凡正说着话的时候 成虎从外面跑进来 脸上带着兴奋 林先生 您要找的那个人 我已经找到了 我让我的人 在远远地守着呢 您什么时候去 我怕时间久了 那个人有所察觉 我知道了 林凡的眼中冒着寒光 既然来西川了 那么就让他永远地留在这里吧 林凡的话语之中带着杀迹 成虎可是清清楚楚听得出来呀 看着林凡 眼中带着恐惧之色 林凡又看了一眼江玉莹 刘古时去了省城 江玉莹放给成虎 他并不放心 倒不是并不放心 成虎的这个人 而是不放心 成虎的实力 福哥 那个人短时间会离开西川吗 林凡犹豫再三地问 成虎一脸苦笑 林先生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不过我总觉得怪怪的 他明明知道不是林先生的对手 可为什么还不离开西川呢 林凡一正 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成虎这么一提醒 他瞬间醒悟过来 他是有所图的 他杀不了我 那么就会有其他的图谋 林凡在房间之中 来回地躲着步子 眉头也是越皱越深了 他一定是在调查我 如果真的调查到的话 那么轻柔就有危险了 江玉莹看着林凡说 叔叔 你是要去抓坏人吗 我是要去抓坏人 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 你在那里等着我 江玉莹重重地点了点头 林凡把他带到了八爷那里 交代好一切之后 坐着成虎的车子走了 也请你听完之后 回到专辑页面 点开评价 给一个五星好评 好评越多 更新越多 我们下期再见